北京急救中心新聞發布會 10月30日下午 北京急救中心新聞發布會說 由10月19日至29日 10日內出動急救車565架 一共轉載疫情相關人員5,642人次 其中患者35人 密切接觸者4,179人次 截至10月30日下午4時 中共官方通報說 北京新增一宗本土確診病例 本輪疫情全市累計報告本土病例30宗 其中確診病例28宗 無症狀感染者2宗 由於中共疫情監控系統不透明 實際數據有待核實 中南海所在地北京西城區文女局發布通知 鑑於疫情形勢嚴峻 由10月30日至11月14日 全區戲院暫時關閉 北京各大院團和演出場所 已陸續發布取消 或暫停近期演出活動的公告 北京的核心地區 包括東城區和西城區 所有酒店禁止舉辦訓宴 南海所在北京的博物 南海所在北京的陸續發布 東城區 東城區 東霸在北京的軍事